肯尼亞民眾悼念激進分子襲擊內羅畢一座傷下事件的死難者 與此同時當局對襲擊現場展開調查並繼續尋找埋在雅力當中的屍體 星期三 過日座的傷下上空升起白煙 四日前 伊斯蘭激進分子衝入傷下武裝分子打死至少61名平民 而在安全部隊試圖重新控制這座傷下過程中 6名肯尼亞軍人已卡在5名激進分子被打死 肯尼亞總統肯尼亞塔星期二晚間表示 激進分子已蒙羞並被挫敗 肯尼亞塔表示武裝分子是羅夫 他將與他們同伴一起被承之愈法 肯尼亞塔表示 拘留了11名嚴言人 他宣布將為死難者舉行3天哀悼 星期三肯尼亞塔召開一次內閣以及國家安全委員會的特別會議 討論國家以及地區反恐戰略 如何從這次致命襲擊事件中吸取教訓等問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